大家好啊 这个接着跟大家聊啊 我们有一个朋友是一个婚庆主持人 现在也做生意做得非常成功啊 应该也算个红二代吧 他姥爷是陕北老红军 后来是民航总局的副部级的老干部啊 当然他姥爷他不在了 然后他姥姥是沈阳的 是满族人是齐人啊 这个他父亲是河北白杨店的啊 跟我又算老乡 这哥们挺逗他模仿秀他特有才大家听听啊 十三亿多中国人民不同意的请举手 是吧挺逗的吧 这哥们学谁向谁 十三亿多中国人民不同意的请举手 那个给大家聊聊一件什么事呢 最近啊北京开始有这个张贴啊海淀啊 关于应对轰炸和这个核弹啊核攻击的告示了 人民防空啊我看这是海淀 海淀区人民防空办公室 在某一个小区吧 这个人民防空办公室啊就叫人防办 可能全国各地基本上所有的地方都有 这个机构的产生源于这个中苏关系的紧张 大概发生在上世纪的六十年代末 六九年六九年中苏在珍宝岛发生了热战 双方动用的兵力大概都在团集规模吧 然后互相炮击 然后步兵也短兵相接 互有死伤吧 据说苏联吃了点亏 反正苏联吧喜欢占便宜是吧 俄国人就是说他没占着便宜 他认为就叫吃亏啊 没占着便宜就算吃亏 他们一个上校吧叫列昂尼德 应该是在这个解放军的炮火当中被炸死了 当然叫列昂尼德的很多啊 伯利尔涅夫也叫列昂尼德 作为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是信在前明在后 老外很多跟中国这个不一样啊 据说欧洲有一个国家跟中国很像 匈牙利 匈牙利人是姓在前明在后啊 其他老外很多是反着的啊 事实上老外 你完全用中国人这个姓来形容也不对 因为人家名字里边加了很多 比如说父亲的姓母亲的姓 来自父亲家族的名字母亲家族的名字 人家是一串一串的啊 比如什么换 什么Francisco 什么那个啊 这个这个 一堆一堆的啊 这又有一个宣传啊 宣传这是当然这属于调侃型的啊 调侃型的 这上面一个人房知识宣传点 刚才我说了 对没说完给岔开了 这个人房就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上层 这个他们判断可能苏联会全面进攻 大规模的轰空袭轰炸甚至动用核武器 所以当时提出一个口号叫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这个口号是模仿朱元璋的 大量的挖洞 像我们安定门外 有的我们的邻居的院里 那会儿 那个院一个院叫什么向阳院啊 什么这院那院都是文革那种色彩 有的人家院里边 都挖防空洞 还有我们的一个邻居姓赵 他们家的祖先叫赵黑马 解放出被镇压了被枪毙了 说他是恶霸啊 当然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什么罪行啊 他们家院里就有一个防空洞 还有地摊公园北门往西 地摊公园里边也有防空洞 有一个通缉犯吧 就是逃犯公安局要抓他 他就在地摊公园那个防空洞里躲了好长时间 后来他跑出来了 跑出来之后 跑到青年湖公园在我们家那被一个警察发现 然后我们都是目击者呀 那个警察围着青年湖公园追他 他跑他身体特别好特别高特别壮 围着青年湖那个湖大概跑了至少十几圈 他实在是跑不动了 那警察也掏出枪来了 有一把手枪 我们都在那围观 后来他来了几个兄弟要打那警察 但是要动手没敢动手的时候 警察的增援部队来了 更多警察来了 那几个小子吓得就就不敢说话了 好吧 我们聊聊这个啊 包括你看啊中苏关系紧张 挖了大量的防空洞 这花的钱 对吧 这都是民脂民膏啊 都是老百姓的财富啊 还有这个 还造成了把中国分成了一线二线三线 建设三线 就是中国的内地最核心的离边界最远的 分成了一二三线 那会儿要建设大三线 包括二汽 湖北实验 第二汽车制造厂 当时1971年我老舅我俩舅舅 我老舅舅去了 在那小山沟里边 很多很多年 包括了很多四川的一部分地区 贵州啊 然后云南陕西南部 汉中安康这一带 湖北的西北部 然后还有安徽 安徽叫小三线 上海的一些工厂迁过去了 是吧 还有江西湖南 这个耗费了大量的钱 现在三线工厂 绝大多数废弃了 有的还要留一个留守处 还要留几个人 守着那个所谓的国有资产 都变成一堆锈铁 废铜烂铁 这个巨大的浪费 有人总是说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 可是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 很多时候是领导人 脑袋瓜子一热一拍脑袋就决策 造成了大量的浪费 贪污只是其中一方面 错误决策 造成的整个国民 全国人民的财富 包括整个国家战略方向的错误 对不对 同时跟美苏关系紧张 要不是美国出于抗衡苏联 拉了中国一把 中国更惨 有可能 苏联就扔卷子弹了 好吧我们接着再解读一下这个东西啊 这篇文章 他说现代战争的防空知识 首先离领导远点 对啊这有前车之鉴 伊朗两个司令 一个圣城旅的苏莱曼尼 苏莱曼尼啊这个名字我解读一下 苏莱曼 就是圣经里的所罗门 所罗门群岛是个国家啊 尼 伊朗人称人就叫尼 阿富汗尼伊朗尼啊 是吧最近两个至少两个伊朗的司令 在伊拉克都被定点清除了 然后还有叙利亚的恐怖分子啊 包括这个伊斯兰国IS的首领巴格达迪啊 都是被美军定点清除了 所以你离领导远点没错 是吧 秦贼先秦王 斩首是吧 这个鸟 鸟无头不行 对吧把这鸟头剁下鸟就完了 还要远离军事基地远离军营 是吧 据说啊美国的军事基地 离居民区都比较远 中国的尤其北京我比较了解 中国的比较近 因为中国可能也是人口密集啊 远离兵工厂 北京有很多兵工厂 北京门头沟有一个造手榴弹的 估计现在已经停工了 然后北京什么3501 在那个京广中心东三环那儿 那个呼家楼团结湖那儿有一个 那是做军鞋 做靴子的 那个是总厚的吧 生产背符啊 鞋啊 军鞋啊 还有35013502这些 另外还有一个541541得小心了 541是造臂厂 也是一个保密单位 也是一个重点警卫的单位 541造臂 541542 543上海西安很多造臂厂 在白纸方宣武 还有239239厂造导弹的 造海军用的导弹的好像是从 岸舰导弹 从岸上袭击军舰的岸舰的 导弹也分很多种 同样是海军用的 还有舰舰导弹 军舰打军舰的 舰空导弹 是吧 军舰的打空中目标 打飞机的 他分很多种 北京周边有很多军事目标 北京还有很多防空导弹 这个北京是重点的 是吧最重要的一个 保卫的目标 在门头沟啊 房山啊 怀柔啊 平谷啊 这个这个 很多地方啊 延庆秘云都有大量的防空导弹 地空导弹 就是 非常多啊 地空导弹部队非常多 高炮 还有高射炮 现在有的空军的铝 独立铝或者 尸 它不是只装备防空导弹 或者只装备高射炮 它是结合起来的 这个铝或者这个尸 它又有高射炮 它又有这个 地空导弹 它是综合性的 从高中低空 这个分层次啊 来布防的 那北京的军事目标 我都清楚啊 军事目标 是吧 这个各大军兵种的总部 这个 包括军队的这个 各个分支机构 包括他们的家属院 包括军队的这个招待所 基本上百分之八九十吧 我都清楚 还有发电厂 那发电厂北京至少有仨吧 石井山 石井山高井 快到门头沟 那个不叫五里地儿叫什么 三家电 对吧 那个永定河大坝 那个高井的那个发电厂 北京石井山发电总厂 那是日本人搞的吧 那个是我的客户 还有那个朝阳区西大王路 那也是我客户 那个是 那个叫第二个电厂吧 现在离CBD很近吧 还有那个天宁四 有一个第一热电厂吧 那个不是我客户 至少发电厂北京就有三个 好像梁香还有一个 所以大家都要小心了 这个 既然这个人防办 他发布这些东西 看来也是 是吧 也是有这么个影儿 他也不是无风不起浪 看来是有风才起浪 是吧 这就是一个 叫什么蝴蝶效应 是吧 亚马逊河流域的一只蝴蝶 扇动翅膀 最后在德克萨斯州 掀起了这个飓风 热带风暴 所以都要小心了 反正啊 这个现代战争啊 最少别殃及无辜 是吧 城门失火殃及驰鱼 普通的老百姓可没招谁没惹谁 是吧 一天到晚累得贼死苦哈哈的是吧 挣不了个撒瓜俩枣 所以尽量的 如果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就缩小打击范围吧 是吧 如果中国有能力也可以对美国是吧 进行斩首行动啊 对吧 这个 好像96年那次 台海危机 然后据听说啊 说美军不是派来两个 航母战斗群吗 到了台湾海峡的东侧 太平洋的洋面上 据说中国的战略核潜艇 也突然的有意识的让美国人发现 在洛杉矶以外的太平洋洋面上 就是加利福尼亚加州的外海浮上海面 就是中国那意思说我也能威胁到你 你如果动我 我就动你 是吧 这保持一种核威慑 这种恐怖平衡 是吧 确保互相能够摧毁对方 但是我个人觉得 打起来的话 除非中方使用非常规手段 比如说放弃常规战争 一上来就核武器 就直接核武器的决战对决 直接毁灭美国 是吧 那可能中方 不见得输 否则的话 如果战争是一点一点升级的话 那中方肯定是失败 而且现在 好汉 是吧 好汉难敌四手 恶虎还怕群狼 现在看来中国真的成孤家寡人了 没有一个国家能站出来支持中国 巴基斯坦的支持是有限度的 是因为有印度存在 是吧 如果没有印度巴基斯坦绝对不会支持中国 而且巴基斯坦面对比他强大 人口是他十倍 面积是他五倍以上的印度 他没有能力 四五倍吧 面积应该四五倍 人口肯定是十倍的印度 巴基斯坦根本没有能力 在三次的印巴战争当中 巴基斯坦没赢过一次 如果没有中国支持他就亡国了 所以如果中国被美国这样的国家攻击 中国如果自己都尼普策过河自身难保 自孤不暇的话 巴基斯坦不可能出手 而且巴基斯坦跟美国的关系同样不错 对吧 自从这个苏联侵略阿富汗 美国中情局CIA 啊等等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军事力量 早就进入了巴基斯坦政治力量 这个金钱的力量 巴基斯坦也很依赖美国 是吧 在地区 在地区层面他依赖中国 在全球层面他依赖美国 是肯定是这样子 所以指望巴基斯坦指望不上 北朝鲜 北朝鲜一直都岌岌可畏啊 就是靠中国给续命 是吧 时不时的给打一针 打一针营养针 是吧 打一针速消救心丸 速消救心针 打一针强心针 是吧 这么续着命 给点粮食 给点石油 是吧 给点钱 这么维持啊 那你说俄罗斯也不可能啊 俄罗斯已经站到印度那边了 已经加快向印度军火交货呀 战斗机坦克 对吧 这不用说 因为 印度 和俄罗斯都是大国 但他们两国之间没有共同边界 没有历史恩怨 他不像中国 中国的 黑龙江以北 外星安岭以南 乌苏里江以东 库叶岛 外蒙古 蒙古国 是吧 这个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 包括帕米尔高原 聪岭 对吧 这跟中国历史恩怨挺深的 而且 是吧 沙俄差点把中国的东北 不仅仅是东北 长城以北 长城以北 内外蒙古 这个山海关以外 包括新疆 甚至甘肃很多地儿 要建立一个黄俄罗斯 幸亏日俄战争 日本人死了10万人 把俄国人打跑了 其实日本 是黄种人 亚洲人 东方人 当中 最早的 也是唯一的 几乎 战胜过欧洲人 白人 西方人的 东方国家 二战的时候 其实 如果 日本人缓几年再进攻美国 或者他不进攻美国 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其实 美国人当时不会主动进攻日本 应该是不会 因为美国 孤立主义 门罗主义 他日子过得挺好的 虽然他可能内心同情中华民国 但是他也犯不上为了中华民国 跟日本全面开战 对吧 美国历史上 大概七次左右 挽救了或者帮助了中国 反正我个人 我个人是觉得真的中国跟美国搞坏了关系 是中国最大的不明智 真的 这个我们的领导人不是也说了吗 说有一千条理由 都不应该跟美国搞坏关系 反正江泽民时代 好像是驻美大使馆有一个五官 就是一个军事谍报人员好像就叛逃到美国去了 拿走一些文件 其中就称美国为美帝国主义 其实我现在一直怀疑这个 中国政府的高层啊 党政高层 党政军 是否真有决心跟美国对抗 是吧 或者他只是为了彰显 他在国内执政的合法性 或者说他高情着 高举着民族主义的大旗 他为了树立一个外部的敌人 而这个敌人只能是美国 而似乎中华民国必然应该早日的要民族复兴 大国崛起 我一直觉得中国是个大国没错 但中国似乎真的就不是个强国 真的不是 因为你弱的地方 你落后的地方 你局限的地方 像我说的那个词叫根本性缺陷的地方太多了 你跟美国没法抗衡 是吧 其实我相信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人嫉妒美国 因为美国这块地儿太好了 你看美国北边的加拿大 是吧 南边的墨西哥 就这两个陆地上的邻国吧 对吧 然后阿拉斯加隔着白令海峡和俄罗斯接壤 然后海上跟古巴遥遥相对 就没有什么邻国了 东西都是大洋 是吧 太平洋 太平洋第一大洋 号称叫地球的宇宙 太平洋 Pacific Ocean 叫地球的宇宙 然后大西洋 阿特兰蒂斯大陆 曾经说沉没了 世界第二大洋 是吧 谁要想进攻美国 尤其在过去那种传统的战争年代 是吧 你想进攻美国太难了 是吧 你按照日本 日本人那么能拼命 那么玩命 是吧 日本在陆地上势如破竹 如果他跟日本陆地接壤 美国人不想死那么多人 美国人人命值钱的情况下 其实结局可能真不一样 但是你看在海上 对吧 在海上 美国人把日本最重要的战略力量 就是日本的航母都给奏沉了 上海社科院 有一个叫马军的一个研究员 研究员啊 就是相当于大学的教授 我跟他一块开国会05年 他说他写了一篇论文 他说美国人 日本人的战略力量二战术 就是航母 而航母就是被美国人打沉的 所以 这个击败日本的主要力量就是美国 苏联那是趁火打劫 日本已经不行了 关东军 关东军每个师的番号还都在那 但是师里边的老兵精兵 都给调走了 就剩一个空架子了 都给调到这个南洋 太平洋上的岛屿 去跟美国人拼命去了 其实美国人对日本人 我觉得是有一种 惺惺相惜的感觉 他还是尊敬日本人 真的 日本人多狠啊 对吧 冲绳 打不过自杀切腹 他有这狠劲 中国人真不行 真的中国人不行 我们中国人真是吃草长大的 没有那个狠劲 所以你说让中国成为世界大国 数一数二 还要说太平洋足够大 足以融得下中美两个大国 你要跟美国平分秋色吗 是吧 你没有这能力啊 真的我自己都觉得没有这能力 中国所谓的大就是领土大和人口多 但是你看看你的领土 对吧 有一个词叫有效面积 有效面积 对不对 你平原才18% 对吧 青藏高原就300万平方公里 高寒 苦寒之地 沙漠半沙漠 占了国土面积的将近四分之一 世界第二沙漠 塔克拉玛干在中国 是吧 古尔班通古特 巴丹吉林 茅乌素 浑扇达克 科尔钦 对吧 这个帐一算就算出来 黄土高原 那植被都很少 对不对 黄河 是吧 多浑浊呀 对不对 所以中国真正富裕的 其实最富裕的就是长江中下游 这一小 这一个带状区域 还有珠江三角洲 对吧 像北京 北京周边原来很贫困的 是吧 首都设在这 资源往这集中 往这辐射 往这集聚 对不对 说实话 我对中国的国情 相当相当了解 对吧 我也很爱这国家 对不对 可是这国家 它糊涂 对不对 它乱搞 我们有什么办法 对吧 好吧 就说到这不说了 说多了去满眼全是泪 然后也愤怒 回头血压高 是吧 不值当的 对吧 寻找自个儿的快乐 好吧 请大家务必 我拜托大家 给我分享 是吧 像我这么能看能聊的 可不多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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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